幻成恋爱3终于来新人了 黑长直美女竟是短刀塑滑冠军 刚来第一天就和人气最高的男生互选 CP限制下更乱了呀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局 我又来讲幻成恋爱3了 上次我们讲到所有嘉宾都进行了第一次约会 卷毛和书井也公开了前任情侣关系 这次节目组搞了个新玩法 多人匿名聊天室 大家都非常兴奋 只有幽静觉得没什么好问的 因为知道的越多越混乱 前任也让他有过同性的经历 问的越多只会越伤心 聊天室仅限于同性之间 彼此说话的时候都开了变生气 都会率先问 有没有人因为昨天的约会而改变心意 大家都说没有 会员主动问 昨天有人给光泰发短信了吗 书井很诚实的说 自己发了 但他用的是方言回答 所以大家都没猜出来是谁 会员在得知没有人给灰贤发消息之后 心里默默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现在已经想吃回头草了 跟前几期的表现比起来 那是啪啪打脸呀 书井虽然在上一期里表现得完全不想复合 但是在和姐妹们聊天的时候 他又改口说 不是完全没有复合的想法 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卷毛的人气可高了 女生们提议 在心里给所有男生排个好感都排名 幽静觉得卷毛排第一 书井也说的是卷毛 但是他们在后台解释说 相比于爱情 他的心情更像是爱恨交织 幽静发现他既有情敌后 就不想再问了 因为继续问下去 只会影响他的行动 就算卷毛昨天没有给他发消息 他也会努力前进的 女生聊天室 基本没聊什么内容就结束了 要说精彩 还得看男生这边 卷毛上来就问大家 除了前任 对别人有更感兴趣吗 东正光泰都说是的 灰贤还不确定 卷毛还是对前任更感兴趣 虽然大家都用了变声器 但卷毛还是凭借语气 把所有人都扔了出来 光泰说 他在昨天的约会之后 心态有所变化 感觉更感兴趣了 明明他跟书井的约会 那么尴尬 但是他却觉得书井很有魅力 感觉关系变得亲近了 卷毛听得那就一个难受啊 差点就要度约会去了 东正小心翼翼的问 有对多会感兴趣的吗 卷毛说有 灰贤说还要继续观察 光泰问起 有人对书井感兴趣吗 东正和卷毛都说有 三位情敌 火腰味立马就上来了 更好笑的是 东正其实更好感幼静 所以一问 有没有人喜欢幼静啊 结果四个人都有兴趣 我都好奇了 你们男生 有没有不感兴趣的人啊 他们四个聊着聊着 突然又加入了一个声音 卷毛只靠着一句话 就意识到有新人来了 但是新人竟然是女生 他已经把男生那边的对话 全听完了 而且他通过刚才的对话 蒙选了卷毛作为约会对象 新人叫做小孔 他最喜欢活泼开朗的人 所以才选了卷毛 小孔的爱好是踢足球 恰好卷毛也很喜欢 两个人因为足球的话题 一拍即合 找到共同点 聊天就很容易亲近了 卷毛感受到小孔很有火力 感觉他能把自己的低沉状态 提升到最佳状态 小孔说 对呀 但是我低沉的时候怎么办呢 卷毛随口说 那个时候我来帮你提升 好小子 你真的挺会撩的嘛 小孔还有另一个爱好 是打游戏 不光带了很多桌游进小屋 还带着卷毛去游戏厅约会 路上也是由小孔来开车 感觉他是有一点男孩子气的性格 玩投篮机的时候 他完全不在意卷毛 只在乎输赢 玩起游戏来非常认真 两个人也都是很开朗的性格 所以打游戏的时候玩的超级开心 笑声也一直没断过 卷毛觉得自己跟他很合的来 尤其是被他的火力所感染 之前还没有见过这么精力充沛的人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完了 今天跟小孔的约会 也是他来节目以后最开心的一次 而且卷毛还会故意放水让小孔赢 小孔也感受到了他的信心和体贴 好感度那是蹭蹭往上升啊 卷毛担心的是 小孔会选自己只是凭感觉 但是这这么接触之后 又确实挺合适 本来卷毛最好奇的是佑静 现在又有点混乱了 卷毛为了不被发现 刚才是去约会了 还特意跟小孔分开回的小巫 但是永远不要小看女孩子的直觉 佑静和会员早就猜到 他是跟新来的女生出去了 卷毛回来之后发现 佑静帮他把衣服放进了烘干机 虽然他只是随手而已 但卷毛还是很感动 为了确认自己的心意 他主动邀请佑静 有空一起出去吃个饭 佑静当然是答应了 然后两人就非常自然的 聊起了约会行程 但是书警这时候恰好回来了 他们的话题只能被迫终止 大家还是很会看眼色的嘛 卉贤因为明天要考试 就在沙发上复习 会员主动凑上去问 考试的科目是什么 于是两人就这么聊上了 还好其他人都不在 所以两人的相处模式 还是像以前那样 他们还互相夸彼此的演技好 在小屋里一直在装不熟啊 因为其他男生都在厨房里忙碌 女生们也都集体来调戏 年纪最小的灰险 姐姐们问他 能接受比自己大多少的 他说15岁 成功把姐姐们全都笑了 书警自从和卷毛吵过架后 就想找机会跟他和好 所以现在又默默来了厨房 给他帮忙 书警给卷毛喂东西 是拿手接着的 下意识就把接到的碎屑 到自己嘴里了 这个小习惯也太明显了吧 做饭时卷毛被烫到了 他也是第一个大胶质关心的 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就只能让其他人去看情况 然而会员已经看透了一切 这种下意识的关心是藏不住的 就在大家吃饭的时候 小孔终于来了 他一进门 所有男生都紧张了起来 又是起身迎接 又是给他让位置 把他都搞得不好意思了 小孔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出身 做了17年运动员 两年前退役 在2014索契动画会上 还拿了金牌 现在是短道速滑的裁判 同时也在做老年人的运动保健行业 得知小孔是国家运动员后 大家都对他肃软起敬 这有多回想的是 我前任就是喜欢这种 会让他尊敬的类型 小孔可能是他最有好感的吧 这位姐是真的很会给自己找烦恼 恰好小孔也是高丽大学的 大家都觉得 他和灰贤该不会是校园情侣吧 而小孔也因为这个 对灰贤的印象很深 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谁才是金牌运动员的前任 都会发现小孔一来 光泰就完全不说话了 所有人都觉得 他今天的状态不对 平常他是话最多 最能活跃气氛的 然而 现在连饭都吃不下了 因为小孔的行李还没送过来 卷毛就提出 要不要借他一件卫衣 这一幕被书井看到了 那当然是相当在意 恰好小孔也觉得 自己的前任会喜欢书井 要不你俩干脆互换前任 算了呗 光泰是真的觉得 上次的约会很不错 现在又主动来问书井 如果能自由约会的话 要不要跟我出去 正好书井的感冒 也恢复了一些 两个人火速约好了约会地点 而且书井还主动要求 自己来主导路线 卷毛负责给大家调酒 小孔随口提到过 自己不能喝苦的 他就专门加了很多甜的饮料进去 在这种小细节上他是很注意的 正好大家在喝酒的时候 又要发今天的心动短信了 会员又发给了前任辉贤说 你今天也很帅哦 辉贤当然是开心的 毕竟谁不喜欢被夸帅呢 而且他也发给了会员 内容是 果然演技很好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 他们俩就是同一个巨社的 现在又在短信里聊这种 只有他们俩才懂的话题 就有一种偷偷摸摸甜蜜的感觉 这还是四天以来 他们第一次互发 感觉这一堆复合有望呀 大家玩狼人杀游戏的时候 书井不太懂规则 就想去问小孔 但是他路过卷毛 竟然差点摔倒在他的怀里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还以为他是真的想坐在卷毛腿上呢 幽静猜测 自己收到的那条短信 是东震发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 卷毛主动邀请幽静去约会 今晚又没把短信发给他 幽静都有点无语了呀 书井当然是和光泰互发 而卷毛倒是把短信发给了新人小孔 内容也写得很暧昧 下次我不会放水了 请你做好万全的准备 投篮的时候 老是说我被你镇住了 这个眼下之意 就是想有下次约会了吗 卷毛收到了两条 一条当然来自今天约会过的小孔 另一条都是幽静问他 我们去哪里约会比较好呢 卷毛倒是很诚实 他说自己对两个人都很好奇 都想要进一步相处看看 之前他都太在意前任了 现在就是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幽静身上 等到和幽静约完会后 他就会明确方向了 大家都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要么就是有了复合的秒头 只有多会还在演苦情独角戏 他非常执着地给前任东振发短信说 我真心希望哥哥能在这里 找到让你幸福的人 我怎么觉得 他这句话并不真心呢 东振其实也很苦恼 你既然打算放手 那以后就不要再发短信给我了 这么好的表白心意的机会 不要总是浪费在前任身上 而是应该发给真正有好感的人 不然东振一直收到他的短信 压力也会很大 这样根本不利于他去发展新的感情呀 东振一边说着 希望东振去找新人 一边又希望东振能把短信发给他 后才的时候 东振又哭了 他希望东振就算不是出于真心 也给自己发一次短信 然而如果真的要走出这段感情 不给他发任何短信才是正确的吧 东振那边主动邀请了又静 明天上午一起去兜风 他对于新感情还是非常积极的 然而东振就在桌子边上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于是又独自回房间一幕去了 刚才是谁说 希望东振能寻找到新的幸福来着 现在这个生气的样子 我看你还是不想放手哦 东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时候 光太刚好路过 两人就聊了起来 光太说 自己看到前任不会慌张 于是多振也嘴硬 说自己也不慌张 然而他的肢体动作早就暴露了 现在他明明就是处于焦虑之中嘛 光太早就看出 他对前任没有放下 所以劝他能够跟前任划清界限 可多振要是能做到 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光太为了安慰多振 陪他聊了很多 但是他好感度最高的第一 还是输井 第二是右镜 所以光太去问了右镜 明天有没有安排 得知右镜 明天的档期已经被预定了 他也不气馁 因为这样 至少也能发送一个信号 让右镜知道 自己对他是有好感的 然后他转头又跑去问书井 明天做什么 书井还在那覆面膜呢 他就直接进人家房间了 真是多尴尬呀 恰好小孔上来的时候 与光太擦肩而过 你觉得他们俩是不是前任呢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呀 大家想看后续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